祷告两尘 祷告两尘 祈祷五一五 献上敬拜、赞美、清新土意的祈祷 让我们存谦卑敬虔的心 每周五天、每天至少一次 跟随牧师同心祈祷五分钟 各位好朋友平安 我是寇少恩 觉得很兴奋 又到了我们可以一起祷告的时间 我自己常常经验这段时间 我们在用诗篇23篇来祷告 其实每一天都有自己生命里面的高山低谷 可是当我们一起祷告 特别是用神的话来祷告 不只是用我的 我的际遇 我的感觉 而是照着神的话来祷告的时候 常常祷告完 也许大环境没有什么改变 可是我的心境有很大的改变 因为我相信 我的主与我同在 祂是我的牧者 祂是得胜的耶和华军队的元帅 诗篇23篇第五节 说在我敌人面前 你为我摆设 沿袭 主啊 是的 每一次读到这短短的一句话 我好像看到一幅图画 那个图画有两样东西同时存在 主啊 这是一个征战的图画 在我的敌人面前 是的 每一个基督徒 主啊 你让我们都成为基督精兵 我们都在耶和华的军队里面 我们在面对一个征战 但是在这个征战的图画里面 有两样 有两个不同的情况同时存在 一方面 他可能是很猛烈的战士 因为有敌人在我们中间 那个征战是很猛烈的 主啊 今天特别为那许多正在面对 很艰难 很猛烈征战的弟兄姊妹来祷告 主啊 是的 主啊 我们的人生就是有这样的一个 征战 但是在这个图画当中 除了有一个很猛烈的征战之外 还有另外一个部分 就是远远的我们看见 已经有一个得胜的宴席 在终点站那里等着我们了 主啊 谢谢你 如果我们一直看征战 有的时候我们会疲倦 有的时候我们会害怕 有的时候我们会觉得 没有力气了 但是如果 主啊 你恩待我们 待我们越过征战 看到后面有得胜的宴席 那已经摆在那里了 主啊 我们的力量就出来了 我们的盼望就出来了 我们就相信 主啊 我们一定可以走得下去 因为终点站 是已经 已经得胜的 主啊 谢谢你 你带我们 不只是打一场仗 你好像带我们参加一场比赛 一场竞赛的赛跑 而在那个竞赛的赛跑 我们看见 在终点站的时候 阿爸父 全能的神 你已经摆设了一个 非常丰富的 得胜的庆功宴 在那里等我们了 主啊 谢谢主 我有的时候对自己很失望 对自己很没有信心 但是谢谢主 你对我不失望 你加添信心给我 你让我知道 靠着你加给我力量的 我会跑完这场比赛 而且会得到好的成绩 因为你已经把庆功宴 摆在那里等着我们了 主啊 但愿你开我们的眼睛 不只看到征战的艰难 要看到那个得胜的庆功宴 我们就跑得下去了 愿你今天把得胜庆功宴 摆在我们的心眼里 让我们可以继续起来 快跑跟随主 奉主 耶稣基督的名祷告 阿们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